同学您好,这一章开始讲解篇章原学,在这一节当中,首先要处理几个关键的内容。 首先篇章原学,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,这门学科一定是和篇章相关的。 所以,如果从定义的角度,咱们可以简单地把它定义为研究篇章的一门科学。 那么,它本身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,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。 它的研究对象就是超距关系,或者叫做超距结构,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篇章。 篇章原学的研究任务主要包含三个方面。 第一是篇章的形式和功能,第二是篇章的生产和理解,第三是篇章的类型划分和它的分析步骤以及分析模式。 那么,篇章到底指的是什么呢? 这一个概念并不是只出现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当中,在日常生活当中,我们也会听到篇章这种说法。 所以,在日常生活和在语言学的理解当中,这一个概念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。 那么,首先来看一下,在日常理解当中,篇章到底指的是什么呢? 在日常理解当中,篇章它一定指的是一个固定的书面的文字表达结构。 那么,根据这种理解,漫画或者是交通指示标志,就不属于篇章的这一个范畴。 那么,篇章一定是包含多于一个句子的,也就是说,它是一个多句结构。 而且,在内容上是具有连贯性的,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言之有物。 包含多个句子,言之有物的,符合语法规范的结构,就是日常理解的篇章。 那么,在语言学领域,又应该怎么去理解篇章呢? 首先要强调的是,在语言学领域当中,对什么是篇章这个问题看法非常的不一致。 具体来说,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去理解什么是篇章。 一个是以语言系统为理解的出发点。 另外一个是以行为论以及交际理论为理解的出发点。 首先来看以语言系统作为出发点的理解方式。 那么,在这种理解方式之下,它的语言系统一定是作为整个理解的,以及分析的基础的。 那么,这种理论首先批判了之前局限于句子结构和研究的一种方法。 它呢,并没有对基本的理论有太大改变, 只不过是把之前针对字、词、句的研究方法扩展到了研究整个篇章结构。 那么,在这种理解方向之下,所谓的篇章就指的是,具有连贯的与法衔接关系的句子序列。 它强调的一定是与法连接关系的。 那么,如果是以行为论为基础,又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呢? 在这种理解方式之下,篇章这个概念的理解以及分析呢, 要受到心理学理论以及言语行为论的巨大影响。 那么,这理论方向呢,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, 受到当时的心理学和言语行为论的一个影响, 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解篇章理论方法和理论方向。 那么,在这种理解之下,所谓的篇章, 它一定是指具有特定交际功能的一个结构。 而交际功能决定了篇章的行为特征以及它的交际意义。 篇章本身并没有特定的意义和功能, 它的意义和功能只能产生于交际双方的互动过程当中。 在这种理论之下,篇章形式是多种多样的。 比如说,它可能是口头篇章,可能是书面篇章, 可以是单句篇章,可以是多句篇章,可以是纯语言的篇章,也可以是混合式的篇章。 那么,什么又是混合式的篇章形式呢? 所谓混合式的篇章形式,就是指在一个篇章当中,除了语言符号之外, 还包含了非语言符号,比如说视觉和听觉符号, 以及负语言符号,比如说音高,语速,以及韵律。 这些负语言符号是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的。 所以总结来说,篇章语言学,首先是语言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。 关于篇章,它的理解途径呢,是非常不同的, 但是在核心想法上是一致的, 也就是说,它一定是一个整体,一定呢,具有语法的,语意的连贯, 而且呢,它有一个语用的一个含义。 在分析篇章,以及理解篇章的时候,要注意几个重要的方面, 也就是表层结构,也就是语法衔接, 深层结构,也就是语意连贯, 以及它的这一个语用的衔接和连贯, 这个指的是它的情境因素。 本节到此结束。